欢迎听众美 早 早 好像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来敬拜 跟神约纳我们的赞美 约纳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真的跟神相遇 跟神相遇 像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 不简单的一回事情 好 我们先来祷告 好吧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从高天之上 采见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的周见 与我们相遇 你在寻找我们 主啊 但愿 我们不单单人在这里 要与你相遇 我们的心灵也在这里 正在给你相遇 主 我们深信 我们的生命 每时每刻 真的都需要更新 求你给我们随时准备好 被你更新 好 叫我们的生命更加和服你所用 主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恭敬求你带领 我们祷告封主的名 阿们 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继续打开 我们在刚才我们所念过的这段新闻 是在《创世纪》 是在《创世纪》第32章这里 我们继续 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 各位 我们都晓得 我是从基督公園神学来的 那麽 我也代表神学的老师同工 同学来向各位问安 那麽 要来的这个礼拜六 我们神学来有一个 预想分享的晚会 一种参会 也是几乎我们每一年都会举行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 如果你要晓得详情 你会后可以问我 也可以为我们的校友 你们的牧师成牧师 那麽 愿神赐福给大家 那麽今天呢 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的禁文 是在《创世纪》第32章 我们想得雅各呢 可以说算是一个世界之子 他常常为自己打算 直到这一段的禁文的时候 所以我给他一个讲题 叫做《雅各生命的转捩点》 《雅各生命的转捩点》 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呢 他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我想跟大家呢 来分享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雅各 在恐惧当中 他继续地 硬着头皮在蹭 然后呢第二点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各的破碎 和雅各的蒙福 我们先来看雅各在恐惧当中 继续地坚持 他坚持什麽呢 我们想得雅各呢 有个哥哥叫以少 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呢 圣经中世纪里面记载不少 我相信大家也熟悉 他们是兄弟 是吧 但是因为 曾这个长子的 名分呢 利益啊 彼此有冲突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啊 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情况呢 从古到经 从中国到外国都有 是吧 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还是会有 我不晓得 你跟你的弟兄姊妹之间 是有什麽的 不和谐的地方 有什麽摩擦 有什麽的冲突 和冲突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 从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 来彼此的勉励跟学习 无论我们冲突的原因是什麽 但是我们都晓得 任何的冲突 任何的摩擦 都会带来代价 而且有的时候 这个代价很大 很痛苦 雅各因为得罪了 他的哥哥以少 结果呢 以少要杀他了 结果雅各呢 他听他妈妈的话 他妈妈的话 要去他舅舅那里 避一避 那个他哥哥的那个奉托 他离家出走了 一去就二十年 真的不容易 因为以往我们 从国内来美国 坐船已经坐好久 然后呢 很多人才回去 也不稀奇 现在呢 坐飞机很快 是吧 一天就到了 一天就回去了 是吧 那非常的快 但是雅各呢 离开家二十年 神经告诉我们 雅各是很念他的妈妈的 是吧 那妈妈打发他走的时候呢 你很快就可以回来 但是二十年了 没有法子见到儿子 二十年了 没有法子见到父母 这就是雅各要付的代价 他在外面漂流 看不到自己的父母 也看不到前面 光明在哪 他可以逃避一时 但是很多的问题 不能够一生都逃避的 他跟他的哥哥的什么关系呢 最后他还是要面对 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去咯 他就去 要去见他的哥哥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 是上十二章的 我们刚才念的是二十二节 到上十二节 那前面 就是上十二章的前面 这一段的经文呢 告诉我们 雅各 为了这一次 要跟他的哥哥 以赏的会面呢 做了很多的准备 一波又一波的礼物咯 是吧 然后呢 这里二十二节说 他夜间起来呢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死女 比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各都口 然后打发他们去 他自己留在最后 他还是要心里面不安 他要解决这个 跟哥哥的问题的时候 这种痛苦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想象 雅各的心灵里面 是何等的难过 他就害怕主要 他就害怕 他就害怕 这就是一个晚上 这里圣经说 是一个晚上 他心灵不安 不能够睡觉 打发了妻子啊 儿子啊 所有的都过了雅各都口 一个人孤孤单单 留在最后 他心里面害怕 灵里面担忧 他要怎么样 跟他的哥哥相遇呢 他的仆人前面告诉我们 他的仆人对他说 你的哥哥带了四百人来啊 两个兄弟见面要四百人啊 他害怕 他以为他在想 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 想就想 坏的那一方面 很少就会想好的那一方面 他想坏的那一方面 那么他的哥哥带了四百人来 一定要攻击我啦 给我算旧账啊 所以他的心里面没有底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上帝知道雅各 上帝知道雅各心里面那种的害怕 所以呢 他就来跟雅各相遇 所以人的形象 来到雅各那里 今天经文二十四节这里说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 来和他帅交 直到黎明啊 有一个人 那么后来呢 雅各 自称我跟神面对面 见过了 是吧 所以他给那个地方 请人家 很容易论 至少在雅各的心里面 他最后发觉 神紧张来到他的生命的当中 他很害怕 他当初想的可能是一手 但是结果发现 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 神实在是 关怀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一位的神 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 神你看我们很远 就是人之常情啊 但是其实也错了 圣经往往告诉我们 人在困难的时候 神就特别跟我们同在 就好像雅各 心里面很纠结的时候呢 神亲自来 来到他的生命的当中 其实神随时 都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有问题在难处的当中 好像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 安静 祷告 雅各在这里也是 神来亲自的给他相遇 我相信我们要跟神相遇呢 我们不但要给神时间 就是安静下来 然后我们心里里面 需要有诚恳 需要有正直的心 弃绝私心 任何的冲突呢 很多都是为了私心 当我们把私心抓住的时候 就很难解决的 但是上帝来跟我们相遇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话 就很难解决 我们让神来完全的掌握 我们这个光景 这才能够让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无论如何 神到底是我们的主嘛 是吧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不是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嘛 主耶稣记主嘛 是吧 主那个主呢是 他不单单是天地万物的主 他也是你 我生命的主者 也就是说 你我所遭遇的事情 他有权柄的 他有能力的 可以处理的 我们也应该让神 来处理我们的难处 是吧 只有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连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因为保罗曾经说 我们已经不是属于自己了 我们是属于神了 是吧 神才是我们的主人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雅各呢 虽然很害怕 但他仍然硬着头皮的蹭下去 他发觉 自己正在与一个人在摔跤 这其实呢 在他过去的生命当中 给好多人都摔跤 是吧 我说摔跤不是在 physical 就是那个肉体上的摔跤 在心灵里面 你跟人家不合的时候 就已经在摔跤 但是因为天黑 晚上 他看不清楚 与他摔跤的是谁 刚才我们说呢 他可能 因为他很害怕移手 可能真的 在当初的时候 他以为是移手 但是他很快 就可以发现 这个不是常人 这不是常人 因为这个人呢 虽然不能够得胜 但是他很有能力的 他感受得到 而且这个人很神秘啊 他要在天未亮的时候呢 要离开的 那么雅各 知道 神 他曾经认识什么 那么这个人呢 是从神那里来的咯 是吧 所以呢 他就常住他 不给他走 一定要他祝福 二十六节这里说 一定要这个人的给他祝福 才可以让他去走 所以利用指名 当你跟别人呢 不合的时候 你的感觉如何 你的心灵 其实在交战 是吧 我请你记住 你不是跟人在交战 其实 你是在跟神交战 神要怜悯你 他不愿意看到你在冲突的当中 受苦 所以他来到雅各的生命当中 但是他晓得雅各 现在很痛苦 很难过 但是他爱雅各 他来了 神知道 你不愿意 跟弟兄姊妹和好的原因是什么 基本上 都是因为自我 无论是 你的意见 或者是你的利益 总而让这跟你自己有关的 我们的自我 在作怪 那我们都知道呢 雅各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你看他 还没有出圣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哥哥姨嫂呢 正着要出来 出妈妈的肚子嘛 是吧 所以呢 你看他一生 都已经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表现出来 你看 他要 这样 来蹭 因为他要强 这是为什么呢 神也不能够胜过他的原因 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不容易了解 神啊 大有能力啊 但是他不能够胜过雅各 丁子妹 当你要坚持自己见的时候 神也没有办法的 当你不肯放手的时候 神也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雅各 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要让他来做主 是吧 不然的话 神也没有办法 就好像这里 神也没有 能够胜过雅各的一个原因 那么最后呢 这个跟他睡觉的人呢 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然后雅各呢 就没有力了 是吧 没有力了 大腿窝呢 在圣经里面 在犹太人的习惯当中 代表一个人的 力量最大的 那個所在 大腿窝 当然这里呢 也代表的是雅各 那個力量的所在 一直在他自我 是吧 他的自我 雅各的自我呢 一天仁仁在的时候 他就要撑 因为他不能够倒下去 他就要撑 撑下去 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做 我们中间有广东人的话 你会听过一句话叫 谁该撑翻锅 你没有听过啊 这个啊 也就是个季呢 在翻锅里面已经死了 正熟了 但是他的脚还是直的 他从来不弯的 还是直的 所以那个盖 也没有法子把它盖住 这也就是雅各 没有力了 还不能够让他走 是吧 还不能够让他走 利用姊妹 我们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 你想想 当你有冲突 当你有摩擦 当你有不合的时候 你事实 你很要强 那个自我啊 非常认真 雅各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把自己呢 放进雅各的那个仇景的当中 来尽力一下雅各所尽力的 我们都有自我 好像雅各一样 一直在为自己争 雅各呢 在争斗的当中 他经过好多的争斗 跟不同的人 好像得到了什么 是吧 你看他跟那个 他的舅舅 在那个时候 他最后不是很多牛 是吧 好像得了很多 是吧 但是如果 你看雅各列上大了 最后的时候 他曾经对埃及的法老 法老问他 你跪更啊 他说 他祖国他的一生 我的日子呢 又少 你为我跪更 太少太短了 我的日子 而且很苦啊 又少又苦 所以呢 他回想他一生的时候 这样来总结 也就是有一种遗憾 是吧 丁姊妹 我们都不希望 但我们到了年纪大了 老了 回想我们一生的时候 有很多遗憾的事情 但愿我们不会这样 但是雅各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要坚持自己 给自己带来很多苦难的日子 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丁姊妹 让我们从雅各的经历当中 一同来学习 让神记得我们的自我 好 就好像今天的经文 上十二节 是这样讲的 因为那个人 把他的大腿磨了一把 上十二节节里说 故此 以色人不吃大腿磨的精 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 摸了雅各大腿磨的精 那是自我的所在 那是他历人的所在 神把他破碎了 摸了一把 犹太人 我听说犹太人 直到今天 就好像这里所讲的 不吃大腿磨的精 任何的动物 大腿磨的精 他不吃 他们紧紧的记住 他们的祖宗雅各的 这个的经历 所带来的教训 已经好几千年了 对吧 我们晓得在中国明朝的时候 犹太教在中国也有犹太人 他们的正式的名字 叫做一次落叶教 这是Israel的翻译音 他的原文是Israel 他是一次落叶 不同翻译而已 但是他的画名 叫做挑尽教 也就是这些人 他不吃大腿磨的精 把他挑 还是记住在雅各在这里的 那一种的敬礼 几千年也不能够忘记 有此为 我们要学习的话 也要这样 不要老是自以为是 这种的态度 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 神才是我们的主 不要好像雅各一样 为了自我 使命地蹭下去 这样的话 我们跟别人的摩擦 不可能解决 就好像这里 跟雅各睡觉 也不能够 他不能够生过他 是吧 基督徒的生活所追求的 不是我们的荣耀 那是神的荣耀 但愿我们都记住 我们得回来的东西 不是荣耀 而是痛苦 就好像雅各一样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雅各的破碎跟蒙福 今天的经文二十六节 刚才我已经曾经提过 一点不容易明白的事情 二十六节这里说 那人说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换句话雅各还是好像 有能力把这个人拽住 不让他走 奇怪啊 那大能的神的代表也好 神自己也好 雅各的大腿窩最大的力量 所在的地方已经给扭了 应该没有力量 为什么还可以把那个人拽住 不给他离开呢 没有错 雅各是给打败了 摸了一把 他没有力量 他打败了 但是他失败的地方 正好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他破碎了 然后他成功了 然后他蒙福了 是吧 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当中 所以奇妙的地方 世俗人不能够了解 软弱 打败了 他还可以有力量 就好像保罗说 他经过好多的艰难 打倒了 但是还是有力量 好像是死了 其实是活的 这种的经历呢 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 你必须要经过 我们的属人的生命 才可以长进 你的自我 什么时候成功 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就失败了 你的自我什么时候给粉碎了 那就是你的生命成功的时候 所以我说雅各的生命在这里呢 是个转捩点 之前都是为自己争 之后 你从上十二章之后 你看到的雅各呢 他不再为自己争了 他变成为由了 是吧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因为他的生命改变 这是一个转捩点 雅各的大腿我给扭了 没有能力了 他能够做的只有一件的事情 就是完全依赖上 当你发觉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你唯有的办法就是完全依靠上 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 神不可能离开他的 你懂此备 这是个属云的原则 当你完全依靠神的时候 神不可能不管你 他要跟你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人 离不开雅各的原因 因为他完全的依靠神 这对于雅各来讲呢 太好了是吧 那个人要走 圣经说天黎明了 轮我去吧 也就是说 他不愿意跟雅各在白天 在有光的地方见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人不可以见神的 见到神呢 他会死的 就好像用个比方呢 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不可能正视太阳 正视太阳里的眼会盲目的 给毁了 是吧 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实际地面对神 所以 所以呢 那个人要走呢 其实是为他好 为雅各好 所以雅各说 你给我祝福吧 就让你走 结果呢 那个人就给雅各祝福了 所以雅各蒙福呢 是因为他的大腿握的筋给扭了 坏句话来说呢 就是他的自我呢 给破碎了 现在的基督徒很少讲破碎的道理 你安慰 你喜乐 你受神的爱 可以 但是破碎了我们 很难 传道人也不多讲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今天的经文上十一节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彼奴伊勒 他的大腿握就斜了 这个彼奴伊勒在他按这个地方的名字 他有跟神相遇的这个的经历 他的腿就斜了 这是一生的了 是吧 他不是那个时候斜 他以后都斜了 斜腿在雅各了 这是个记号 他生命当中的记号 永远提醒雅各今天的教训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要有记号 你看看你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记号没有 不但由此呢 神又给雅各 有个更加积极的记号 他的名字改了 是吧 他的名字本来叫雅各嘛 雅各就是叫真的意思 但是他改名叫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的意思呢 就是让神来为他争斗 让神来为他争斗 27节到28节今天的经文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名叫雅各 雅各 当然说你的名字 就不要再叫雅各了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教立 都得了胜 厉害 厉害 你与神指名 这就与雅各 属民的经历 以缘得胜 靠自己 你要跟神帅就要 没有自己 那么他的生命就要改变 多年来雅各是靠自己在振动 结果呢 令他跟哥哥有冲突 跟舅舅 也是他后来的岳父 拉班有那个摩擦 有那个痛苦的那个境内 他说了真的受了好多的苦 如果你念念他 他离开他的那个 他的舅舅拉班 后来给拉班追上 追上的时候呢 然后他讲了一段话 我二十年来 怎么样服侍你 你怎么样欺骗我 白天黑夜 他都说过 你那天拿段经文 你问令我们流泪 这就是雅各 现在他有一个信的名字 这个信的名字叫以色列 让神来为他争斗 让神来在他生命当中做主 带领他 以后的生活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 这个都应该学的 他记住了这次的经历 腿瘸了是孝极的 明知感是积极的 所以他给那个地方 请名叫比奴伊勒 这个地方要提醒他 永远提醒他 这一次的与神相遇的 那种的经历 告诉他 以后再不 以自己的自我 作为做很多事情的 一个转移的原因 要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重心 这样的人 生命的特征呢 叫签别 签别 是所有基督徒的好的 那种的 道德的表准当中 最重要 最基本的 签别 你就要靠神的意思 因此我们要建立 神的国 不是我们自己的国 建立神的国 第一就要签别 甚至甘愿为主受苦的 这种的谦虚 所以这是雅各在 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 以后的表现 我们看看 我还没有念的 上十三章这里 我大概讲一讲 雅各跟神之间的冲突解决了 然后他跟他各个之间的冲突 也解决了 奇妙吧 然后念那个上十三章 你就晓得 他们两兄弟的问题解决了 今天上十三章 第一到十一节里面 描述了雅各是 跟以色怎么样见面的 那个过程 这里你可以看到 雅各变成了一个 非常谦卑的人 上十三章的第三节这里说 他自己在他的前途过去 一连七次俯伏在地 才就近他的哥哥 七次俯伏 这不是很谦卑的一种的表现 雅各以往都是以自我作为一个中心 但是这个自我失重了 也破碎了 是吧 所以这一幅 第三节这里所形容的一个图画 是另外一个雅各 第四节这里说 以色呢 就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搂着他的那个景象 与他亲嘴 两个人呢 就哭了 两个人就哭了 兄弟见面 大哭一场 这样的描述要提醒你什么故事吗 若你有印象的话 这幅的图画 应该是信誉圣经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 父亲 爸爸等着 他的儿子回来 然后呢 看到以后 暴露图 大家都有很深的感受 神不但改了雅各的名字 也改变了 这个以色 以色也变了 本来呢 雅各以为呢 以色就带着四百人来呢 要攻击他 现在以色呢 不是这样 是吧 以色呢 变成了一个好像天 天父一样 完全接纳他的一个人 赦免他 有一句的英语是这样讲的 他说犯罪呢 是人的本性 赦免呢 是神的本性 你思想一想 人都是有罪 人会犯罪 但是赦免呢 是属于神的本性 坏句话来说 如果你我赦免了 得罪过你的人呢 你就已经有了神的本性 教徒应该有神的本性 是吧 但是我没有赦免呢 就还没有神的本性 雅各的体会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你再看第十节 33章第十节 这里说 雅各说 不良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 这些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 并且你容纳了我 这里呢雅各呢 好像他并非的 厄语奉承以少 这是他真心的感受 以少这样见了他 他觉得以少好像神一样 好像见了神的面 好像前面 他刚才摔跤的时候 见了神的面 现在见雅各呢 也好像见了神的 以少呢好像见了神的面一样 这是雅各心里面真心的一种感受 他真的觉得以少 对他的赦免和借纳呢 就好像神的赦免跟借纳一样 所以这种词练 有赦免之心的人 有神的感受 这种感受 这里呢 我在预备的时候 有更加令我想到 今天 族群与族群冲突最大 最深最厉害的地方 应该还是在巴勒斯坦 回教的世界 好多年已经在争斗 不同的派别在争斗 当然 跟犹太人他们更加要争斗 死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 以万来算计了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平均 是什么时候 是吧 我相信上帝看着今天 那一个世界 他的心会跟着难过 中东很多的国家的人 其实啊 如果你念创世纪啊 跟那个 亚伯拉罕都有关系 对吧 换句话来说呢 以色列人啊 巴勒斯坦人啊 中东其他国家很多的人 本来就是一家人 都是兄弟啊 所以这里呢 雅各跟以色的关系 是兄弟 是兄弟的那一种的问题 直到现在 中国人有很深的感慨 同时超过 那就是很令父母伤心难过的事情 是吧 因为我们很看重亲情 其实圣经 特别是旧人圣经 也非常看重亲情的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什么时候 可以化干枯为玉白呢 我们求神的恩典领到 有一次呢 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医生 他在做幻性的手术的时候 幻性呢 刚好 要性的还有 可以给性的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巴勒斯坦的 他拿走这两个心 他说 我看来看去 没有什么不同啊 为什么两个心会 斗争的那么厉害 黑暮的心那么深 这是一个感受 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是族群人 就是我们 中国人呢 中国人有个句话叫做 握了斗 就是在内部斗 亲人斗 是吧 这也是圣地 所不喜悦的 求神圣灵 所以弟兄姊妹 最后 没有人会喜欢 跟别人摩擦的是吧 从我们心里的身处 但是为了利益 为了面子 为了很多不正大的原因 我们会跟人家斗 人人都有大腿握的筋 人人之间的摩擦 常常会发生 就是因为自我 我们的求神呢 将这个大腿握的筋 好像给养和养 一把破碎我们的自我 不然的话 我们的痛苦还要延续 何必呢 神知道你我的困扰跟痛苦 他要释放我们 但是你要给他做主啊 是吧 让神来适配我们的生命 特别是我们的冲突的那一种的敬礼 然后神才可以赐福给你 那么愿神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 而且有这样的敬礼 我们的地道祷告 天父上帝 能够释放 只有你才能够释放我 主我们求你怜悯 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